上回我們講到 何宗憲和張志龍兩個 都是兩三個回合 就被董灰打到大敗虧書 拼命地走回頭 董灰指著他說 原來是兩個大草包 無名小輩 我放你一條生腦 快點去告訴那個先鋒官張氏貴子 將良草兵器全部給我留下 如果不是 我就踩平軍營 你們別一個有命回去 張志龍何宗憲兩個走回到營寨裏 將董灰這番話一說 嚇得張氏貴當堂臉都白了 哎呀 本來是好事 我們張氏一間 但終於有機會上陣立功 怎知剛剛出來 就碰巧這個殺聲空臣 哎呀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急在營帳裏面 度來度去 但怎麼都想不到一個退敵的辦法 這些就叫做一仗無能 累死千鈞 明明自己有十萬人馬 從兵領 戰將的人數 都比對方多得多 但是張氏貴以一條黑敵制性的計 都想不到 那有什麼辦法呢 何宗憲呢 他們雖然打仗本事平常 但是想那些鬼主宴是有得到的 想想一下 他就說 那不如將周青龍蝕仁貴調上來 如果在鎮前那裡 可以打贏董灰了 那就將功贖罪 給他們的官仔做下 如果他們打敗了 那都去了心腹之患了嘛 張氏貴一聽 哎呀 都是乖女死臨的好主意 好 黎仁 同我調前迎月之後 那兩個火頭軍進來 沒多久 蝕仁貴周青的大盜 兩個人上前走過禮 張氏貴又懶不親意的嘛 哎呀 蝕黎呀 你知道不知呀 你犯的是經夢之罪 本來皇上呢 就一定要將你查出來 然後到時候壓緊你上京 開刀文斬的 唉 但是本先锋 畢竟有好生之德 而且我和你往日無冤 近日無首 怎可以將你平白無故地 置諸死地呢 那這樣 現在前面有個山賊 叫做董灰的難路 截住我們的人馬不動得 不如 你去和他打分一場 如果你高興的 打退山賊 那就算你立了一功 將來 一聽到之後 張總爺你多慮 上陣殺敵 你是涉謬 投軍之怨 我怎會有不去的道理呢 張總爺 我希望替你打贏 我希望替你打贏這場仗 讓你大震軍威 好 那我替你派五十名兵丁 官震助威 多謝總爺 各位 那這雲 這雲都真是算很出奇的 為甚麼呢 因為一般將官出戰 至少那些職級 都是一些偏將 參將以上 即是說統率了幾百人的 那現在火頭軍出馬 那些普通士兵來而已嘛 你派誰和他押陣呢 張士貴 只是調了 如果隨便四五十個老弱殘兵 又和雷鼓納喊就算了 不過呢 薛仁貴也不計較得那麼多 他和周青兩個人 連軍衣和號牌都沒有換 騎出馬衝到陣前 此見前面一對流羅兵 在山前排開攔著去路 一個青面紅髮 金規金甲的山大王 就在中間押著陣腳 周青說 阿哥 等他打頭鎮 未等士仁貴搭他 一邊匿馬 舉起奔鐵間 向前直衝而去 我待 董灰大開聲說 來者何人 言居何正 是不是又是些無名之輩呀 周青都難離他那麼多 你來多個這麼多 別走 看老爺的鐵盤 兩人動起手上來 打了二十幾個回合 哎呀 不行了 周青雖然簡發精奇 但是秘力地比不上董灰 被董灰一脫光的聲 將他的奔鐵盤打飛一井 周青 哎呀 那麽叫聲 零轉頭一邊黑馬 拼命跑回本陣 董灰又剛剛想去追 涉人貴又立刻衝上前攔著去路 一擊就向董灰刺過去 董灰勒馬一比 仔細在面前裏完堂帳 只見黎的這個人 方便大意 五官端正 似白純紅 微青木獸 但是身上連盔甲都沒有掌 只是披著件浩衣 前後還有一個火字的 就是說他連偏障都不是 甚麼人呢 他心裏有點輕視他 來者何人 你問我 涉人貴是第一次上陣 這場面自己還是第一次見的 聽到對方說 要跟自己互通姓名 想想要怎麼說呢 眼睛一輪寄起那天 情咬金說的東西了 於是他想著照版煮碗 就說 坐穩 千萬不要嚇壞 我乃大唐天子 李世民家下 兵馬大元帥 敖國公屈慈敬德 前部正印先鋒 張氏貴輝下 前迎月之後 火頭軍 老爺泄麗士 哇 這番話一說出來 幾乎激到董府 就鼻子都歪了 你前面說得水蛇春那麼長 以為你有甚麼大不了 誰知最後原來火頭軍 小小兵丁 你還叫起自己的老爺 那就是拿我開玩笑 於是他一句話都不說 鋸起鐵錘 咕嚕地打下來 心想 這個大唐朝真是無能人 連火頭軍都敢出來接鎮 好 我自己想 你傷鐵錘 你傷了不少戰爭 想著我的臂力真是無人可敵 想不到他硬碰硬地擋開我的鐵錘 這個白臂力真是無人可敵 這個白臂将軍 這個火頭軍看人都不嫌小的嘛 他即時舉另一隻鐵錘 咕嚕地向著蝕仁貴 攔腰打過來 蝕仁貴呢 看著他一錘 撥下來 渴得聲 開 雙手斜身 蝕仁貴 豎起之擊 盯著他之錘 打到下來 好似呢 就想著橫支擊來擋開他 等著他無辨招的那一下 突然間一反手 整支擊 用擊頭向外面一擋 啪一下 哎呀 你一下呢 將董灰的整支鐵錘 打到脫了手 哎呀 好厲害呀 這個時候正是兩馬錯鋪 說時辭 哪時廢 就在董灰一支鐵錘 被人打了脫手 哎呀 那麽大腳的聲 整個人打了個蛋 抖這樣一抖的時候 蝕仁貴一手伸過來 拿著董灰腰帶 喝一聲 起 一手 就將董灰整個足足過來 跟著喝一聲 衝 指揮士兵 向著那些流羅兵那邊 衝過去 那些流羅兵呢 全靠董灰在前面擋住的而已 怎知現在看到大王 都被人捉了當堂的軍心散亂 哦吼 那麽立法式的四遍 那麽逃走 沒多久 整個天蓋山呢 就被蝕仁貴帶著人馬 衝進寨寨裏面 嚇得流羅四山而逃 唐軍就得勝回來 張 weapons 張是貴 iki 迪魂一魂就神器啦 即刻全靈,說 叫薛麗押住那个董灰过来 薛人贵听到传令兵一说 即时将董灰一夹 就夹在自己的甲垒底 蹬蹬蹬蹬 迈开虎步 飞跑进去 张总爷 小人将董灰捉住 讲完之后 一放开的甲垒底 把整个扔在地上 张氏贵很高兴 刚刚想叫人将董灰绑起 谁知军兵走到去 看到董灰动都不动 原来刚才薛人贵 一夹他的时候夹得太大力 已经夹得他七硝流血 夹死了 张氏贵一看这样的场面 这个薛人贵 真是神力来的 于是一边就吩咐 人家将董灰的尸首掩埋 一边就说 薛丽啊 这魂你真的立了一件奇功 好 等我到了邓州 见到皇上 一定跟你讲情述聚 多谢总监 不用多谢了 你回去休息吧 是 薛人贵一走 张氏贵就叫人准备了酒菜 送到前营月字号那里 打赏薛人贵和他那帮火头军 薛人贵和周青 这才总算大拆分一餐 张氏贵等大吉一退开 立刻就跟何忠贵 在公劳簿上写着 何忠贵在天丐山活足董灰 将这件公劳归入何忠贵身上 翌日 张氏贵就带领人马 在天丐山拔寨起营 继续前行 这一日 眼看着就到邓州 怎知行行下 突然间狂风四起地烈山崩 呱呱呱呱 响一下巨响 张氏贵听到这一声巨响 吓得整个人心神不定 快点探查到底什么事 过了一阵 有个探子回来品告 哎呀 不得了 来我们前方二三里的地方 地下突然喊了个大坑下去 张氏贵一听 叫人再仔细打探 没多久 探子又回来品告 说个个都不知什么坑来的 心不见底 在地月那里呢 现在露着冷气出来 好远就已经 觉得一阵阵的寒风吹起来 其他人都不敢靠近了 张氏贵听到 张氏贵听到有点害怕 咦 咦 这样搞什么鬼呢 难道有什么山精妖怪 立刻叫人 去到地下那个大坑旁边 立起白尺铁杆 安了一架滑车 然后呢 就放了个裸在上面 想着放人下去 探一下下面到底有些什么 张氏贵问大家 哪个愿去呀 问了半天 无论你出多少赏赐 都没人敢答应下去 何忠贤一想 现在自己 就冒了蚀人贵的功劳 日后留他在这里 都是后患来的 不如想起来害死他 那我拿他这个功劳 就十拿九运了 于是对张氏贵说 外府 既然没人敢去 不如叫泻起来 问他敢不敢下去 如果他敢下 你就说跟他将功赎罪 就算如果他不肯下 都拿多几张功帽 跟他说这个为国立功的好机会 我想他一定会答应的 张氏贵听到很高兴就说 没错没错 好计好计 来人 叫个火头军 泻礼过来 过了阵 泻人贵 和周青两个入都来了 张氏贵呢 就将要派他 下去地下那里探一下地底的洞穴 究竟是什么回事 说了一次 周青一听就说 不去不去 大哥 这件事太危险了 我们不能去的 周延帝 究竟有多危险 我和你都不知道 不如 去前面那里看看 好吗 好 那一场去看看 于是两个人 都来到那个陷坑旁边一看 哇 只见下面一团七黑 什么都看不见 周青的对斯人贵说 大哥 不进都去 你看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一鼓鼓寒风的地下那里 猛地吹出来 你说多奇怪 多少人害怕 我看 千万不要去 好过了 摄人贵心想 如果不下去 自己又没有了这个功劳 那何时才可以赎到这个罪呢 下去看看吧 如果真是命该如此 那也是生死有命而已 就算死了都为国捐躯 唉 一旦死不了 那又立下其功了 那也等 张总爷在皇上面前 替我说多些好说话 所以他就说 张总爷 那 等我下去探一下路 张氏贵一听 心很高兴了 好好好 虽然你想得到 想得对 我和你准备了两只信钾 在一只钾的脚上 绑了一个小铃铛 你将两只钾 就藏在三袋里面 落到下面 就放一只钾 那么我们知道 你已经去到底了 到时候上来的时候 你再放一只钾 那么我们就将你 拉上来 哦 好啊 舍人贵于是 就拿了两只信钾 走进去罗道 就等那些士兵 慢慢慢慢地 将自己放了下去 周青就担心到什么 在旁边 一路看着 没多久 突然间 在地月下面 飞了个信钾来 那么说明 舍人贵已经到底了 周青都不知道 多么高兴 立刻他向下面大声叫 阿哥 下面到底怎样 冷不冷 那他喊极呢 隔了这么远 下面都是听不到了 一年过了两日两夜 舍人贵下了下去之后 什么信息都没有 张事贵的心 暗暗高兴 虽然探不明这个地月到底有什么加火 不过 不过舍礼落到去都是死的了 那也好 总算除了这个心腹大患 于是他就吩咐拔刑起寨 继续前行 周青一听 嘿 好火滚啊 猛地哀求张事贵等多两日 张事贵推堂说 现在皇上呢 要他们星夜兼程赶去回思 如果延不军机到时好大件事 全军都要受罚了 那么执意不肯留下等世人贵 第二天就拔刑起寨 兜路向着登州而去 周青就想起世人贵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要留在军营 等自己回来的时候 在军营里面有的人很照应 于是也只好随刑而去 各位 那究竟世人贵落到地下的洞穴里面 发现了什么呢 原来他当日 坐着那个竹罗 到了这个洞穴的地底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按照事先约定 他都放了信甲出去 然后 拿起把随身防身用的宝剑 慢慢慢慢地 一步步向前行 突然间 咦 前面有一道亮光 那是什么来的呢 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于是 他用双手 就伸到石门那里 用尽平生之力 他这样一叫 砍一下 那栋大石门真的被他推开了 好惹 好惹了 走进去一看 石门后 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只见这里又山又水又花又草 树木浓郁 那只奇香扑鼻 好像到了人间仙境一样 又走一阵 另一看 自己好像在山脚的石门洞那里 走了来 奇怪了 究竟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他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来的 只要继续向前行 走到半山坡 前面有座古庙 舍人贵这阵子 也肚饿了 他心想 不理那么多 进去看看有没有人 如果有人的话 请他施食些齋饭来吃 进去里面 没什么人在 直进到厨房 看到厨房里面 砌了个大组 上面就盖了一只千人锅 锅上面就放了几个大蒸笼 热起腾腾 做坑里面的火 也都烧得非常旺 舍人贵一闻 见蒸笼里面 透出来的香气 哎呀 肚子就立刻饿到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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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 这个蒸笼里面蒸着它是什么来的 一伸手 揭我一个蒸笼的一体 原来第一层蒸笼里面 放着九只小面牛 这些面粉 碾成一只牛仔 神态非常生动 舍人贵看这只小面牛 是好可爱 不过现在吃到肚里面 更滋味 于是 明天就叹叹叹叹叹叹 将那九只小面牛 全部吃光 心想 这些可能是出家人 被神仙上供的 以后 以后跟他做回 现在 我也是吃饱了肚才算了 那吃完那九只小面牛 他觉得肚还不够饱 于是又揭起第二层的蒸笼 里面 是两只面老虎 使人贵心想 那只小面牛 都这么好吃 这两只面老虎 都不是很难吃 于是 又吃了那两只老虎 吃完之后 就更加饿了 将第三层蒸一揭开 哦 里面蒸的是一条大面龙 哇 那条龙非常长的 舍人贵高兴 哎呀 吃完这条龙 那就差不多了 于是 他一口起 就将九牛 二虎 和这条面龙 全部吃光 这下呢 就觉得有点饱冷 但是 看见那些蒸笼空洒 又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啊 如果一会儿被人发现 那又怎么办呢 不行 留在那儿 一会儿庙里面的导人 过来查闻 那不就真的是 是好不好意思的 于是 凌寸身 等等声 就想走 各位 那究竟他走不走得掉呢 肉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这个红了 我记不住 周杰 Mm Yeah instead 我说 � 了 我就